哈囉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示範的關卡是尋找一的旅程 按 估計之心 這個怒犬的昇華山關卡 基本上 昇華關卡他這個沒有太困難 我們就是為大家來做這個示範 因此定一隻好了 當作順便可以處計這樣 好可憐 阿其實也不太需要處計啦 說實在話 關卡沒有太難 所以 就是看大家的喜好 隨便轉 隨便轉 這個就是跟前一關一樣的關卡 但是六粒 兩個都是 一個六粒 一個九粒以上暗伏石 九粒以上暗伏石 好 果然還是要處計一下 好 要處的 竹竹把他放在 旁邊 好 要處理一下 好 문面 要處理一下 五 喔 九粒跟六粒嗎 五 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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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六 喔 好 類似像我這樣 珠子才出得下來 不然很難出 5 9 力喔 靠 好像有點多 5 5 1 2 3 4 5 6 7 8 9 剛剛好 所以建議還是在前一關先出好氣 我這樣打得有點小小的危險 因為前一關如果你可以轉就不會有問題了 對啊 少一回合就差很多了 剛剛沒有注意到齁 所以基本上第一關的時候你稍微要留一下這樣 扣10%齁 磁糖是扣10% 那還OK啦 就這樣直接打就好了 反正他不是燃燒的 你要比起來的話燃燒還比他難搞欸 好 傷害也還OK 可以接受 就右邊那一排我基本上是屬於一個放棄的狀態啦 大概是這樣一個tempo 反正我們靠左邊就夠了 所以用不到右邊的那個竹竹 所以用不到右邊的那個竹竹 血量自己要稍微斟酌一下 好 補的血量算說不會說太少 但是 基本上再慢慢消的話好像也不太夠用 就是 還是要稍微 做一點攻擊出來就可以了 好 以上是這個昇華山 謝謝大家的觀賞 等一下再為大家示範昇華式 謝謝大家 掰掰